女人被海盗挟持 为了逃脱她将匕首刺向海盗 没想到海盗直接将匕首拔了出来 诡异的是伤口很快愈合 女人吓得逃到甲板上 但水手们都变成了会动的骷髅 女人被眼前惊悚的一幕吓倒 尖声惊叫起来 她被骷髅拐走 急忙害怕地挣脱了 她从空中跳到了甲板上 骷髅又抓住了她的手 她死尽拽开了骷髅的手 利用船舵把她的脑袋给折断了 但骷髅却把脑袋给接了回去 向女人解释自己和水手都变成了窟窿 是因为偷走了被诅咒的宝藏 一旦有月光洒下来 就会成为半死不活的形式走肉 海盗打开一瓶红酒 随后一饮而尽 红酒滴落在她的骨头间 显得异常恐怖 女人吓得逃回了房间 海盗也把酒瓶砸碎 将房间的大门轰然关上了 海盗大笑起来 水手们也附和地笑起来 一群窟窿在月光下笑得前仰后合 如此诡异的场景真叫人不寒而栗 这艘海盗船一路航行 只为找到他们最初寻觅宝藏的地方 并解除诅咒 与此同时 另一艘船也抵达了宝藏的所在地 这艘船上载着杰克和威尔 他们要拯救女人 当海盗对着水手们发表演讲时 杰克和威尔也找到了他们 威尔看到伊丽莎白有危险 就要起身去救她 但杰克却摁住了她 不过威尔随即把她给打晕了 她为了伊丽莎白在所不辞 海盗将她的手划开了伤口 把金币沾上她的鲜血 再丢回了宝箱里 但这个方法并没有解除咒语 海盗意识到伊丽莎白在撒谎 于是将她一拳打晕过去 随即和水手们议论起她的身份 威尔也游到了她的身边 将她唤醒后悄悄带走 他们早早来到了逃生的船上 把杰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没有利用伊丽莎白解开咒语 水手们明显不服气了 开始挑衅海盗 眼看海盗的威慑力强大 水手们又建议把伊丽莎白的血都放光 多一些血应该可以对咒语奏效 但就在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伊丽莎白早就不见了踪影 海盗命令他们快点去找到她 威尔早就在离开的时候 把船桨都给顺走了 他们大眼瞪小眼 开始找船桨 被威尔打晕的杰克也终于醒了过来 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水手们见到他都很吃惊 眼看水手们要把他置于死地 杰克实在是插翅南非 开始胡周起来 把他们吓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海盗船长也纹身而来 原来杰克本是一名船员 在上级的提拔下成为了船长 但在运输的过程中 他因为同情心放走了非洲奴隶 这引起了上级的愤怒 下令要抓回杰克船长 还将他的手臂上落下海盗的纹身 从此沦为阶下囚 不过杰克有着异于常人的头脑 自然能轻易从狱中逃脱 逃出监狱的他 打算追回属于自己的船 好好当一回船长 杰克因此成为了黑珍珠号的船长 踏上了寻找西式珍宝的旅途 不过他的大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叛变后反客为主 自己成为了海盗船长 忘恩负义地把杰克丢到了小岛上 虽然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宝藏 但海盗的手下也看不起他的行为 所以对此表示了不满 海盗当然接受不了批评 把手下给残忍的抛尸大海了 不过为此他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那就是每当月光洒落下来 自己就会化为骷髅的模样 原来那些宝藏都被施以了咒语 一旦被人拿走 那妖寻宝者就会变成半死不活的骷髅 破除咒语的方法是首先找到被诅咒者 再将其鲜血都涂抹到金壁上 物归原处 也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被沉入海底的手下就是被诅咒者 为了找到他的儿子威尔 以及他身上携带的金币 海盗一行人才找到了伊丽莎白 他正是威尔的青梅竹马 二人情投意合 但由于身份悬殊一直无法在一起 伊丽莎白在相亲的时候 鹰颈身裙勒过头 不小心坠入了海水中 却意外被杰克船长就上岸来 赶来的侍卫查明了他的身份 要将这个大名鼎鼎的海盗抓捕起来 杰克灵机一动 直接绑架了伊丽莎白 杰克命令伊丽莎白 为自己戴上帽子 伊丽莎白骂他卑鄙 但杰克认为这样很公平 一命还一命 现在大家都扯平了 杰克将他推向侍卫 随后纵身一跃 巧妙地逃开了所有人的追捕 他来到了威尔在的铺子 刚好发现了一把斧头 就在杰克打算用斧头砸开手铐时 威尔也回来了 他认出杰克就是在逃通缉犯 威尔不知道父亲传给自己的金币 就是海盗的象征 这枚金币也被伊丽莎白发现后 偷偷藏了起来保护了他 不知情的威尔对海盗十分厌恶 于是亮出了长剑 正打算将他捉拿归位 二人开始了击剑比赛 打得不可开交 真是高手过招 谁长船高 话音刚落 杰克就被身后的酒瓶给砸晕了 侍卫和长官也纹身而来 杰克就这样被捉住了 与此同时 伊丽莎白在落水时金币发出信号 也被篡围的海盗收到了 为了尽快解除骷髅的咒语 他们连夜赶到了码头 二话不说就对着小镇开跑 把这里都炸得面目全非 两个水手按照金币的感应 找到了伊丽莎白 就在他要被带走的时候 伊丽莎白灵机一动 提出要和他们谈判 以此保护自己 威尔健壮就要营救他 但在混乱中却被一棒子敲晕了 于是伊丽莎白就被带到了海盗船上 他虽然和海盗再三谈判 但很显然并不奏效 在杰克得知了威尔的姓名后 也明白了他父亲是海盗的身份 于是陪同他一起来拯救伊丽莎白 只是最后他们离开 却丢下了杰克一人 就在杰克再次和海盗相遇时 他点名了伊丽莎白的血是无用的 成功引起了海盗的兴趣 为了找到破除咒语的方法 海盗不得不放他一马 杰克顺势提出自己的要求 首先应该归还黑珍珠号 再把海盗丢到岛上 直到杰克乘船离开 他才会说出威尔的真实性命 好让海盗找到他 眼看威尔的船浮现在海上 为了早先一步告知海盗 以便自己脱身 杰克连忙想出了备案计划 那就是让他自己上去威尔的船 好好谈判后再回来 海盗不跟诡计多端的他废话 直接将杰克关了起来 海盗船紧紧尾随威尔的船 威尔健壮 认为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先发起进攻 于是两艘船展开了攻势 面对面摆开了阵型 紧接着开始了狂风滥炸 一时间双方交战的情形十分激烈 杰克被关起来的地方 也被炸弹炸开了 他顺势逃脱了出来 眼看黑珍珠号的攻势猛烈 水手甚至建议把伊丽莎白交出去 但威尔集中生智 想到把金币给海盗 那才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他的船随即被围杆击穿 开始漏水了 现在是敌强我弱 杰克也趁机跳到了威尔德船上 海盗的猴子找到了金币 威尔虽然想阻止猴子 但他被牢牢困在了原地 杰克也伸出手想抓住猴子 但也为时已晚 只见猴子将金币交给了海盗 海盗一脸得意洋洋的 就在这时 威尔的船被炸药轰炸 一时间就沉入了海底 眼看青梅竹马凶多吉少 伊丽莎白急了眼 但海盗却一把抓住了他 但威尔不会那么轻易失败 他踏上了黑珍珠号 威尔想威胁海盗 但海盗丝毫不怕他 因为他们早就是行尸走肉了 只是一群会动的骷髅罢了 杰克摆脱威尔不要轻举妄动 再把事情搞砸了 但威尔不听劝 把枪指向了自己 他明白自身才是破除咒语的关键 杰克知道大事不妙 急忙和海盗解释情况 但威尔已经说出了真相 海盗知道后开始和他谈条件 威尔让他们放伊丽莎白走 于是海盗放走了伊丽莎白和杰克 将他们流放到了小岛上 杰克之前也是被扔到了这里 这次应该还有方法逃脱 但杰克和伊丽莎白解释 那是因为自己运气好 碰上酒贩子才得以搭船离开的 伊丽莎白气急败坏 既然自己活不了 他也别想乐喝 于是将酒都烧完了 恰巧烧火的烟让他父亲的船发现 于是二人幸运地获救了 但当伊丽莎白请求父亲去救威尔时 却遭到了拒绝 毕竟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不值得耗费大量人力去营救 哪怕杰克在一旁添油加醋 也无济于事 直到伊丽莎白让相亲对象去救威尔 成功后就会乖乖嫁给他 这个要求让相亲对象心动了 于是让海军向黑珍珠号进攻 在月光照耀的海底 一群骷髅出来迎战 他们爬上了海军大船 双方展开战斗 伊丽莎白和威尔合力解决了几个海盗 随后威尔来到了宝箱边 杰克在拿到金币后 也成为了不死之身 他将自己的鲜血涂抹上金币 交给威尔 但海盗也把枪指着伊丽莎白 双方对峙着 杰克见状 先朝他开枪了 于是威尔把两枚沾满鲜血的金币 丢入了宝箱中 就在咒语解除的瞬间 海盗也重担身亡了 本来的骷髅们都恢复了知觉 纷纷向海军投降 杰克也重新做回了黑珍珠号的船长 他也即将开启新的旅程